塑胶污染日益加增 就连碎片都让海龟宝宝丧命 塑胶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甚至危害海洋生物 根据期刊《科学报告》发表的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 就算只是摄取一块塑胶 也可能使海龟死亡率增加22% 研究人员发现 幼龟比成年海龟更容易死于物食塑胶 因为实在有太多又小又轻薄的塑胶垃圾 漂浮在洋流中 相较之下 成年海龟往往更知道怎么选择食物 会选择吃海草和甲壳类动物 研究人员解释说 即使是薄薄的一块塑胶 也会堵塞肠导 时间已久 海龟根本就无法正常进食 更不用说物食酵硬的塑胶 会造成器官损伤了 该研究还发现 地球上约有一半的海龟都吞了塑胶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 Tardesty博士表示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使用塑胶的方式 且努力减少海龟 接触塑胶的风险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